今天给大家带来三毛的经典散文 荒山之夜 那天下午何熙下班后 他并没有照例推门进来 只留在车上按喇叭 于是我放下了正在写着玩的毛笔字 跑去窗口回答他 为什么不进来呢 我问他 我知道什么地方有化石的小乌龟和贝壳 你要去吗 我跳了起来 连忙回答 要去 要去 那就快出来吧 何熙又在叫 等我换上衣服 哪些吃的东西还有毯子 我一面向窗口叫 一面跑去准备 快点好不好 不要带东西了 我们两三个小时就回来了 我是一个急性子 再给他一催 干脆一秒钟就跑出门来 身上穿了一件连衣裙脱到了脚背 脚上穿了一双脱鞋 脚上穿了一双脱鞋 出门的时候顺手抓了挂在门上的啤酒壶 里面有一公升的红酒 这样就是我全部的装备了 好了 走吧 我在车垫上跳了一跳 满怀高兴 来回两百四十多里 三个小时在车上 一个小时找化石 回来十点钟正好吃饭 何熙正在自言自语 我听见来回两百多里路 不禁忘了一下已经偏西的太阳 想对何熙抗议 但是此人自从有了车以后 这个潜伏性的练车情节大发特发 又是个欧行人 不亦改变 所以我虽然觉得黄昏了 还要跑那么远的路 但是却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 一路上 沿着公路往小镇南方 开了二十多公里 到了检查站 路就没有了 要开始进入一望无际的沙漠 那个哨兵走到窗口来看了看 说着 啊 又是你们 这时候了还要出去吗 不远 就在附近三十公里绕圈子 他要先人掌 何熙说完了这话 开了车子就跑了 你为什么要骗他呢 我则问他 不骗不给出来 你想想看 这时间了 他给我们去那么远吗 万一出事了 你给他的方向和距离都不正确 他们怎么来找我们呢 我问他 不会来找的 上次几个嬉皮怎么死的 他又提起了令人不舒服的事 那几个嬉皮的惨死 我们是看到的 已经快六点中了 太阳虽然挂下来了 四周还是明亮的刺眼 风已经刮得有点寒意了 车子很快的在沙地上开着 我们沿着以前别人开过的车轮印子走 满坡碎石的沙地 平坦的一直延伸到视线 急不到的地方 海市蜃楼 左前方有一个 右前方有两个 好似是一片片绕着小树丛的湖水 四周 除了风声之外 什么也听不见 四季的大地 像一个巨人一般躺在那里 那是猙獰而又凶恶的 我们在它静静展开的躯体上 驶着 我在想 总有一天 我们会死在这片荒原里的 我叹气地望着窗外说 为什么 车子又跳又冲地往前飞驰 我们一天到晚跑进来打扰它 找它的化石 挖它的植物捉它的羚羊 丢汽水瓶 纸盒子 脏东西 同时用车轮压它的身体 沙漠说它不喜欢 它要我们的命来抵偿 就是这样 我一面说 一面用手 做出了掐人脖子的姿势 河西哈哈大笑 它最喜欢听我胡说八道 这时候 我将车窗全部摇上来 因为气温已经不知不觉地下降了很多 迷宫山来了 河西说 我抬起头 往地平线上极力地望去 远处有几个小黑点慢慢地放大 那是附近三百里唯一的群山 事实上 它是一大群高高的沙堆 散布在大约二三十方圆的荒地上 这些沙堆 因为是风吹击沉的 所以全是弧形 从外表上看去一模一样 它们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 被天空中一只大怪手抓下来了 放置在了撒哈拉沙漠里 更奇怪的是 这些一百公尺左右高的沙滩 每一个间隔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 人万一进了这个群山里 一不小心就会迷住失去方向 我给它取名迷宫山 要进去啊 我轻轻地说 是 进去后再往右边开十五里左右 就是听说的化石的地方了 快七点半躲了 鬼要打墙了 我摇摇嘴唇 心里不知怎的觉得不对劲 迷信 何希就是不相信 此人胆大粗心 又顽固如石头 于是 我们终于开进迷宫山里 去绕沙堆了 太阳在我们的正背后 我们的方向是往东边走 迷宫山这一次没有迷住我们 开了半个小时就跑了出来 再往前去沙地里 完全没有车印子 我们对这一代也不熟悉 更加上 坐在一辆完全不适合沙漠行驶的 普通汽车里 心情上总是没有安全感 何希下车来 看了一看 回去吧 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 再找化石了 不回去 何希完全不理会我 车子一跳 又往这片完全陌生的地方 继续开下去 开了两三里路 我们前面出现了一片滴滴 颜色是深咖啡红的 何希说 这里可以下去 车子慢慢顺着一大片斜坡 滑下去了 他将车停住 又下去看地 我也下车了 抓起一把土来看 它居然是湿泥 不是沙 我站了一下 想也想不通 三毛 你来开车 我在前面跑 我打手势叫停 你就不要再开了 说完 何希就开始跑起来 我慢慢地发动车子 跟他保持一段距离 怎么样 他问我 没问题 我伸出头去回答他 他越跑离我越远 然后又转身来倒退着跑 同时双手挥动着叫我前进 这时候 我看见何希身后的泥土在冒泡泡 好像不太对 我赶紧撒车 向他大叫 小心 小心 停 我打开车门 一面叫 一面向他跑去 但是何希 已经踏进了这片大泥澡里去了 湿泥一下摸到了他的膝盖 他显然吃了一惊 回过头去看 又亮腔地跌了几步 泥 很快就摸到了他的大腿 他挣扎了几步 好像要倒下去的样子 不知怎的 越挣扎 越远了 我们之间有了很大的一段距离 我张口结舌地站在一边 人惊得全身都冻住了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眼前的景象是千真万确呀 这全是几秒钟内发生的事情 他困难地踢脚 眼看要被泥澡吃掉了 这时候我看见他右边两公尺左右的地方 好像有一块突出来的石头 我赶紧狂叫 我赶紧狂叫 往那边 那边有块石头 他也看见石块了 又挣扎着过去 泥已经埋到了他的腰部了 我远远地看着他 却无法替他出力 急得全身的神经都要断了 这好像是一场噩梦一样 看见他双手抱住了泥澡内突出来的大石块 我方醒了过来 马上跑回车内去 找可以拉他出来的东西 但是车内除了那个酒壶之外 只有两个空瓶子和一些连核爆 行李箱内有一个工具箱 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又跑回泥澡边去 看看何希 他没有作声 呆呆地望着我 我往四处疯狂地乱跑 希望在地上捡到一条绳子 几块木板 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都好 但是四周除了沙和小石子之外 什么也没有 何希抱住石块 下半身陷在泥里 暂时是不会沉下去了 何希 找不到拉你的东西 你忍一下 我对他叫着 我们之间大约有十五公尺 不着急 不着急 他安慰我 但是他的声音都变了 四周除了风声之外 就是沙 蒙蒙的空气中飞扬着 前面是一片广大的泥潭 后面是迷宫山 我转身去望太阳 它已经要落下去了 再转身去看何希 它也正在看太阳 西洋黄昏本是美景 但是我当时的心情 却无法欣赏它 寒风一阵阵吹过来 我看看自己单薄的衣服 再看看泡在悉泥里的河西 再回望太阳 它像独眼怪人的大红眼睛 正要闭上了 几小时之内 这个地方要冷到零度 它如果无法出来 就要活活被冻死了 三毛 进车里去 去叫人来 它对我喊着 我不能离开你 我突然情感激动起来 前面的迷宫山 我可以看方向开出去 但是从迷宫山开到检查站 再去叫人回来 天一定已经黑了 天黑 不可能再找到迷宫山 回到河西的地方 只有等天亮 天亮时 河西一定已经冻死了 太阳完全看不见了 气温很快的下降 这是沙漠夜间必然的现象 三毛 到车里去 你要冻死了 河西愤怒地对我叫着 但是我还是蹲在岸边 我想 它一定比我冻得更厉害 我发抖的已经讲不出话了 它将半身挂在石块上 只要它不动 我就站起来叫它 河西 要动 转转身体 要勇敢 它听见我叫它 就动一下 但是要它在那个情形下运动 也是太困难了 天已经变成了割灰色 我的视线 我的视线已经慢慢地被木色弄迷糊了 我的脑筋里疯狂地挣扎 我离开它去叫人 冒着回不来救它的危险 还是陪着它一同冻死呢 这时候我看见地平线上有车灯 我一愣跳了起来 明明是车灯嘛 在很远很远 但是往我这个方向开来 我大叫 有车来了 一面去按车子的喇叭 我疯了死的按喇叭 又打开车灯 一吸一辆 吸引它们的注意 然后又跳到车顶上 挥着双手乱叫乱跳 终于它们看到了 车子往这边开来 我跳下车顶向它们跑去 车子看得很清楚 是沙漠跑长途的吉普车 上面装了很多茶叶母香 车上三个撒哈拉威男人 他们开到了距离我快三十公尺处 便停了车 在远处望着我 却不走过来 我当然明白 它们在这荒野里 对陌生人有戒心 不肯过来 于是我赶快跑了过去 它们正在下车 我们的情形 它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天还没有完全黑 帮帮忙吧 我先生掉在你里了 请帮忙拖它上来吧 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到了它们面前满怀希望地求着 它们不理我 却用土话彼此谈论着 我听得懂它们说 是女人 是女人 快点 请帮帮忙吧 它快冻死了 我仍然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们没有绳子 其中一个人回答我 我愣住了 因为他的口气 巨人千里之外 你们有缠头巾 三条结在一起 可以够长了 我又试探着 建议了一句 我明明看见 车上绑木箱的 是大粗麻绳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一定会救它 奇怪 我 我想再说服它们 但是 看见它们的眼神很不定 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着我 我便改口了 好吧 不救 也没办法勉强 算了 我准备转身便走 荒山野地里碰到了疯子 说是迟那是快 我正要走 这三个撒哈拉威人 其中的一个突然一仰头 另外一个跳到了我的背后 右手抱住了我的腰 左手摸到了我的胸口来 我惊得要昏了过去 本能地狂叫起来 一面在这个疯子铁一样的手臂里 像野兽一样又吼又挣扎 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它搬住了我的身体 将我转过去面对着它 将它那张可怕的脸往我这凑过来 何夕在那边 完全看得见山坡上发生的情形 它哭也似地叫着 我杀了你们 它放开了石头 准备要踏进泥棗里拼出来 我看了一集 忘了自己 向它大叫 何夕不要求求你 一面哭了出来 那三个撒哈拉威人 给我一哭 全去注意何夕了 我面对着抱着我的疯子 用尽全身的力气 举起脚来往他的下腹踢去 他不防我这致命的一踢 疼得蹲了下去 当然放开了我 我转身便跑 另外一个跨了大步来追我 我蹲下去 抓了两把沙子 往他的眼里洒去 他双手蒙住了脸 我趁着几秒钟的孔当 踢掉脚上的拖鞋 光着脚 往车子方向 没命地狂奔 他们三个没有跑步来追 他们上了吉普车 慢慢地往我这开来 我想当时他们一定错估了一件事情 以为只有河西会开车 而我这样乱跑是逃不掉的 所以用车慢慢来追我 我跳进了车里 开了引擎 看了一眼 又留在石块边的河西 心里像给人鞭打了一下似的抽筒 跑 跑 三毛 跑呀 河西紧张地对我大叫 我没有时间对他说任何话 用力一踏油门 车子跳了起来 吉普车还没有到 我已经冲上了山坡 飞野似的往前开去 吉普车试着挡我 我用车好似自杀飞机一样去撞他 他们反而赶快闪开了 油门已经踏到底了 但是吉普车的灯光 就是避不掉 他们咬住我的车 不放过我 我的心紧张地快跳出来了 人好像要窒息了一样 喘着气 我一面开车 一面将四边的车门都按下了锁 左手在坐垫背后摸锁 河西藏着的弹簧刀给我握到了 迷宫山来了 我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一个沙堆来了 我绕过去 吉普车也跟上来 我疯狂地在这些沙堆里穿来穿去 吉普车有时候落后一点 有时候又正面撞过来 总之无论我怎么拼命乱开 总是逃不掉它 这时候我想 除非我熄了自己的车灯 吉普车总可以跟着我转 万一这样下去 汽油用完了 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想到了这儿 我发狠地将油门拼命地踏 绕过半片山 等吉普车还没有跟上来 我马上熄了灯 车子并没有减速 我将驾驶盘牢牢地抓住 往左边来了个紧急地转弯 也就是不往前面逃了 弧形的沙堆 在夜间有一大片阴影 我将车子尽量靠着沙堆停下来 开了右边的门 从那里爬出去 离车子有一点距离 手里握着弹簧刀 这时候 我多么希望 这辆车子是黑色的 或者是咖啡色 墨绿色的都可以 但是它偏偏是一辆白色的 我看见吉普车 失去了我的方向 它在我前面 不停着打着转找我 它没想到我会躲起来 所以它绕了几圈后 又往前面加速追去了 我沿着沙地跑了几步 吉普车真的开走了 我不放心 怕它开回来 又爬到了沙堆顶上 去张望 吉普车的灯光 终于完全 在远处消失了 我滑下山回到了车里去 发觉全身都是冷汗 眼前一波一波的黑影子涌上来 人好似要呕吐似的 我又爬出了车子 躺在地上给自己动醒 我绝不能摊下来 何悉还留在泥里呢 又等了几分钟 我已经完全震静下来了 看看天空 大熊星座很明亮 像一把水勺似的挂在天上 小熊星座在它下面 好似一颗颗指路的钻石 迷宫山的夜间 反而比日正当中 更容易辨认方向 因为怕迷路 我慢慢地沿着自己的车印子开 这样绕了很多路 有时候又完全找不到车印 等到再开回到泥潭边的时候 我不敢将车子太靠近了 只有将车灯对着它照去 泥沼静静地躺在黑暗中 就如先前一样 偶尔冒些泡泡 泥上寂静一片 我看不见何熙 也没有那块突出来的石头 何熙 何熙 我推开车门 沿着泥沼跑去 口里高喊着它的名字 但是何熙真的不见了 我一面抖着 一面像疯子一样 上下沿着泥沼的边缘跑 狂喊着 何熙死了 一定是死了 恐怖的回响在心里击打着我 我几乎肯定你早已经将它吞噬掉了 这种恐惧令人要疯狂起来 我逃回到车里 扶在驾驶盘上抖得像风里的一片落叶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听见了很微弱的声音在叫我 三毛 三毛 我慌张地抖起头来 黑暗中我看不到什么 打开车灯 将车子开动了一点点 又听清楚了 是何熙在叫我 我将车开了快一分钟 何熙被车灯照到了 它还是在那块石头边 但是我停错了地方 害得空吓一场 何熙 撑一下 我马上拉你出来 它双手抱住石块 手枕在手臂里 在车灯下一动也不动 我将车垫拉出来 半拖半抱地往泥棗跑下来 跑到湿泥 缠我小腿的地方 才将这一大块厚车的坐垫 用力地丢出去 它浮在泥上 没有沉下去 备胎 我对自己说 又将备胎由车子盖上拖出来 跑到泥棗边 踏在车垫上 再将备胎丢进稀泥里 这样我跟何熙的距离又近了 冷 像几百只小刀子一样刺着我 应该还不到零度 我却被动得快要倒下去了 我不能停 我有许多事要赶快做 我不能缩在车里 我用千斤顶将车子右边摇起来 开始拆前轮 快快 我一直催自己 我的手脚还能动以前 我要将何熙拉出来 我抱着拆下来的轮胎跑下了坡 跳过了扶着的车垫 备胎 将手中的前胎也丢在了泥里 这样又来回地跑了一次 三个车胎和一个坐垫都扶在稀泥上了 我分开脚 站在最后一个轮胎上 何熙和我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她的眼神很悲哀地望着我 我的衣服 我想起来了 我穿的是长到地的布衣服 裙子是大圆裙 我再快速地跑回车里 将衣服从头上脱下来 用刀割成了四条宽布袋子 打好结 再将一把老虎钳 绑在了布袋前面 抱着这一大堆的袋子 我飞快地跑到了泥沼的轮胎上去 何熙上岸了 她马上倒下去了 我还会跑 我赶紧跑回车内去拿酒壶 这是救命的东西 灌下了她好几口酒 我急于要她进车去 只有先丢下它 再去泥里捡车胎和车垫回来 何熙 活动活动手脚 何熙 要动 要动呀 我一面装车胎 一面回头对何熙喊 她正在地下爬 脸像石膏做的一样白 可不急了 让我来吧 她爬到了车边 我正在扭紧后胎的螺丝帽 你去车里 快 我说完 我说完丢掉起子 自己也爬进了车内去 我给何熙又灌了酒 将车内的暖气打开 用刀子将尸库腿割开 将她的脚 用我的割破的衣服袋子用力擦 再将酒浇在她的胸口 替她擦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 她的脸开始有些了血色 眼睛张开了一下 又闭起来 过了半个小时 她完全清醒了 张大着眼睛 看着我 口中结结巴巴地说 你 你 我 我什么 我被她的表情吓了一大跳 你吃苦了 她将我一把抱住 流下泪来 你说什么 我没有吃苦啊 我莫名其妙 从她手臂里钻了出来 你被那三个人抓到了 她问 没有啊 我逃掉了 早逃掉了 我大声地说 在回家的路上 何熙躺在一旁 她的两只腿必须马上去看医生 想来是冻伤了 夜已深了 迷宫山被我们丢在了后面 我正有小熊星座 引着 她往北开 三毛 还要化石吗 何熙深吟似地问着我 要 我简短地回答她 你呢 我问她 我更要了 什么时候再来呢 明天下午 我 我 这是 呢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